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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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这个侯友宜市长今天继续对中央开火 他说如果老早听我的 阻绝于境外 那么今天疫情就不会变这样 中央要负责 他又讲入境普筛 也是拖了一年多才做 当时不听他的 另外他说快筛阳性急确诊 他喊了一个月 人命关天 他天天呼喊 但是中央就是不听 他说儿童脑炎这么多 中央要负责 四月份喊病毒共存 四月底才在买BNT疫苗 那么他这样子的对中央的开火 如此的猛烈 那到底谁讲的对 侯友宜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这个远见杂志今天公布了一份民调 那这个民调 侯友宜的这个满意度 依然相当的高 那另外的就是 这个那个民调里面 从满意度的排名 今天我们会来给大家看 那这中间显示什么样的意义 应该怎么解读 那在这样的民调下 陈时中是不是有得 这个损失去选台北市政 因为这个今天 这个柯文哲被远见的民调说 他多数人希望他去退休 另外是这个苹果的民调 陈时中竟然赢过蒋万安 那另外一次桃源 国民党的这个乱局 今天最新的发展 我们要来讨论 这个中国 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的斗争 越来越激烈 因为一个要拼经济 所以经济非常的糟糕 这个继续要疫情的清零 这中间是非常矛盾的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理论 刘兆豪 刘委员 黄英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黄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的媒体人 王思琪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 黄英哥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的 市议员李坤城 黄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医师公会 全联会的发言人 罗俊轩医师 黄英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清联部的 前副主任 那么他也是 这个国民党 台北市议员的候选人 张维元 黄英哥好 大家平安 目前就是新增了这个333例的 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那其中这104例的死亡个案 三日死亡个案首度冲破百例 中重症也再创新高 疫情徘徊高峰期至今一个礼拜 看似平稳 但死亡率并不乐观 这两天来看就会超过千分之一了 但是仍然是一个警讯 那我们会持续的注意 死亡率超过预估防线 幼童个案也再添两人并没 都是先前公布过的重症个案 一名四岁女童 5月19号因为染疫并发脑炎 住进家户病房 尽管用药治疗 仍多重器官衰竭病逝 另一名一岁女童 有肠道闭锁病史 5月16号出现发烧 抽搐等症状 引发败血症 住进家户病房抢救 一个礼拜后离世 不过也出现脑炎病例 好转的个案 一岁的男童 本身是没有慢性病史 那出现脑炎之后 进到家户病房去救治 那经过医疗团队的全力救治之后 目前病况是改善 本土个案从5月18号以来 维持在8到9万之间 指挥中心原先预估的 10万高峰没有出现 因此认为平稳的高原期 会拉得比较长 比邻近国家 一到两个月还久 而专家也认为 疫情高峰会直到7月 最多会有30%到40%的人染疫 到三四层 四层我想起不可能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看 大概我想大概是15% 或者到20% 可能是这一波疫情的一个上限 就换加快确诊通报流程 能尽早让确诊黑数现行 中央也免费发放 中低收入户 每人武器快塞 也预告第二轮快塞实名制 即将上路加速疫情落底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是今天的 最新的疫情 那么今天本土病例是 81852 死亡倒是增加 死亡高达104位 那么很多人担心 疫情已经要往南部走 那台北市今天是9062 新北市17632 桃园9484 台中9944 那么台南是5800 高雄48566 这个是这个疫情 那么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罗医师 因为今天轻症跟无症状是 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六 整个了 整个下来 那么今天中症是242人 重症91人 那你看这个数字 是怎么解读的 我想今天这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 这个无症状 轻症的一个比例 还有中中症的分布是如何 那发现说这个数字 有一点波动 就是从百分之九九点七九 慢慢变成百分之九九点七六 无症犯轻症 那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万人来看 就是差了两三个人 当中差了两三个 从九千九百七十九 变九千九百七十六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看这个数据 我们要以整个通案来看 而不是看个案的边际的一个案件 那另外一部分大家注意是说 我们在讲说 这个中症跟重症 密切观察这两个数字 有没有猛暴性的这种爆发的状况 以目前来看 一样是没有 我们整体的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说的这个感染之后的 一个死亡状况 目前是万分之五点二六 有稍微往上爬 但是我还在讲一件事情是 绝对没有刚之前首都市长说的 我们会有四万到七万的死亡 也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图里面 你看过几天可能我们会有两百万的国民染疫 那你把时间拉长十天 十四天 就是我们有两百万的国民 会在这波疫情里面完全康复 那这些人变成什么状况呢 本来我们担心是说 社区会不会出现病毒 现在不是 现在两股势力 一个是病毒也在产生 可是染疫只有有抗体的国民也在增加 所以就公卫角度来说 台湾已经走过最艰辛的那一段 我们要迈向群体 幸福的状况是什么 要有很多的国人 他也是染疫 而且是健康 康复起来 那现在不就正在走这样的路线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所有民众不用担心 那事实上我也发现说 过去几天呢 因为我都坐板南线 我发现板南线的人 其实变多了 也就是说大家清楚说 这个疫情 看到周围的亲朋好友 好像染疫 最后多数也都康复起来 比较放心 但是大家记得是说 我们不希望疫情 一下子爆发太多 所以你该做的工位手段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射料距离 永远是正确的 要鼓励说还没打疫苗的人 千万要记得赶快去打 好 那我这个念柯文哲市长 他昨天从整个疫情数据做分析 我觉得他的分析让我非常的意外 他说首都圈的红红已经过了 首都圈的红红就高点已经过了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 高原曲大概是四个礼拜 那么压力会慢慢转移到中南部 但是我们大家咬紧牙关 再撑两个月就能解封了 记住咬紧牙关两个月 换句话说七月底 我们就全部解封了 快塞痒急确诊今天上路 但是他提醒无症状就不要乱吃药 有症状的年轻人去吃普拿藤就会好了 可是他以前又讲说 以前又讲说 快塞痒就给药就给药 他说这个还好 反正北部北北基陶比较严重 那现在红红过了 现在转到南部去 他不是同时来 所以政府的重心可以转移 这个对医疗量能是个帮助 然后他也认为 这个再回头看 以后我们再回头看 台湾解封的代价 是全亚洲最低 再念一次 台湾解封的代价 是全亚洲最低 那他说 这个快塞及阳性 快塞及阳性 然后这个给药这个事情 65岁以上的人 那么这个经医生判定 才要吃药 他说药是毒药 好那么 我想先请教一下 时期 你有觉得柯文哲 现在怪怪吗 他应该是被盗账号了吧 被人家盗取账号 这应该不会是他讲出来的话 我往好的方面想说 他可能亲身体会到 对果然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 不是说 我这个快塞 确诊了之后我就赶快来吃抗病毒药 或许是这样 那所以他发炎才会奇怪了 怎么跟他之前都完全不一样 那我觉得其实 他称这是称赞 他称赞的是台湾前亚洲 那个最好的 我觉得他就是他第一次称赞 台湾的防疫 他之前从来没有称赞过 但是大家也不用高兴得太早 他病好了 回来了之后 又会开始了 又会恢复正常 他现在应该是被人家盗账号 应该不太正常 他过两天之后 就会开始继续炮打中央 为什么他会继续炮打中央 因为炮打中央 可以让他拥有高声量 而且显然效果还不错 所以引起了新北市的侯友宜 这个有样学样 现在侯友宜的声量更高 批中央也批得比柯文哲还要猛 那为了不让这个侯友宜专美于前 我相信这个柯文哲出关之后 声量一定会抢回来 柯文哲市长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北部的红红过了 第二个他会往南走 还好他不是同时发生 那再来就是我们再撑两个月 我们就完全解封了 那这个什么 这个快筛阳性就给药 这个事情他不赞成了 另外是他说台湾解封的代价 是全亚洲最低 来这个方老师 我觉得医学间应该好好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确诊完的副作用 就是他的判断会比较理性 这可能也可以提供我们在医学界的参考 或者说因为居家隔离 有这种副作用 真的我觉得判若两人 我看这是柯文哲吗 忽然变性变这么多 我觉得真的 如果这样我希望他继续居隔下去 那他可能我们的市政推动 会比较更加的正常一点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我是真的觉得 大家放下政治的旗舰 我觉得黄珊珊去跟小英在荣总的互动 我觉得很好 我相信他可能那时候 他也有问柯文哲 我用什么态度比较好 我想柯文哲可能就觉得 用比较理性的方式 那如果像侯友宜这样 完全以政治的状况 不断在批评的话 我不觉得他会获得民众的支持 侯友宜怎么批评 他批评的多少 他现在什么都批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来那个委員 我是比较正面来看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柯市长 第一个我们当然是祝他早日康复 第二个人在安静下來 你没有办法跟像以前 这样到处跑的时候 你用一个安静的时间 我觉得他人的良善的那一面 其实是会被找回来 因为他平常在外面 就是说他会武装自己 所以讲话都会忘记说 他以前在课堂上所学的 公共卫生的很多的一些原理原则 都会用政治性的话语来去做回应 比如说我最简单的一个 道理 比如讲到那个投药这件事情 那我投药这件事情 因为几乎每个医生都都会 所有的医生都会讲说 这个是处方药 不能说你阳性就给药 那个很危险 但会产生附作用 如果产生附作用 万一有人遭受到不幸的话 那国家更麻烦了 但是那时候他第一时间 他就讲说阳性要投药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医生 柯文哲医生的这个特质 是被他的政治盖下去的 所以他想到就是用政治 来回应所有的防疫的问题 但现在他因为他这段时间 他比较安静 所以他找回他那部分 那个科医师的这个特质跑出来 所以他用 我觉得他这样子就在描述 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 疫情之后 难得就是说 我们跟他有一些比较相同的期待 我们真的很期待 第一个现在台北市的高峰区过了 然后第二个 我们两个再撑两个月 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南瓜安 第三我们台湾恢复正常生活的防疫代价 是全亚洲首屈一指的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防疫的状况 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难得有这样共同的想法 共同的看法 但我们也期待 就是说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可以实现在台湾的 大家防疫就把防疫工作做好 少了这个政治上的口水 现在两个都报名吃西瓜 这个是柯文哲 报名吃西瓜 一个侯友宜 柯文哲反而不批民进党执政了 反而是侯友宜 来我们看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 昨天在议会打巡批评中央说 国内目前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状况 是中央的责任 如果听他的 老早阻绝于境外 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这是侯友宜 那柯文哲是认为台湾不可能永远清零 而且虽然一开始有点手忙脚乱 至少到现在 我认为台湾这一关 这样撑过关的话 相对于韩国香港 我们还是损伤最小的 记住 我们是比韩国比香港更好 再来他又说 如果明年回过头来看 台湾解封了 解封代价是亚全亚洲最低 柯文哲说 既然台湾要与世界齐步 作为世界的一份子 不可能所国清零 我觉得他在说中公 中国现在一直要清零 但是柯文哲说不可能清零 柯文哲还说 他认为从明年回过头来看 台湾是解封了 解封代价是全亚洲最低 当然日本也表现不错 可是他说 日本是相当先进的国家 资源之类的东西 还是赢台湾很多 如果拿南韩 拿越南 拿香港来比 到现在为止 我们做得还OK 柯文哲认为 首都生活圈的洪洪大概过了 剩下就是后面高原期怎么维持 中南部的疫情会上来 慢慢压力会转移到中南部去 但还好不是同时到达 他说大家再咬紧牙关 再撑两个月 台湾就解封了 罗医师你也这么认为吗 那个这段话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因为我总觉得奇怪 其实我们跟柯医师 在学校都是同匹老师教的 为什么他的判断会那么奇怪 然后到现在还知道 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 这是今天的板南线 我刚才讲 这像是一个国家 每天有八万多人确诊的一个状况吗 代表什么 这么多人做 代表我们的准备是足够的 民众不担心 没有人相信会死几万人这件事情 那刚刚有提到说 为什么现在好像变成 柯市长确诊之后 开始不批评国家了 结果变成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市长在批评 其实我们在节目都有讲 我们说整个疫情过程中 日本每万人确诊 他的死亡就是三十五人 我们说韩国也有十三点三人 我跟大家讲 台湾到今天 这个数字在下降 每万人是十点零五人 所以就比上次上节目 一两个礼拜之前 日本多少 日本是三十五人 然后韩国 韩国是十三点三 上次也讲过美国是一百二十 英国是八十几 我们现在是十点零五 以这几个区域来看 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当然我们是付出最小代价的 而且整个过程中 谁喊过封城 其实双北市长都说过 而且不止一次 但是人民用实际的行动 告诉大家说 我们只要不担心 配合政府的统一的口令跟政策 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到正常的生活 一样度过疫情难关 OK 好 那这个是侯友宜市长 今天跟民进党的何博文议员 有一个唇枪舌剑 尖锋相对 因为这个侯友宜 昨天在新北市议会打巡 他说国内目前疫情的发展 现在的状况是中央的责任 那听他的 老早阻绝于境外 就不会有这些事 民进党团议员何博文不满的嘲讽说 所以都是你对 听你的都是对的 这样对不对 何博文说 那我让出一分钟的总咨询时间 让你去好好的骂中央 何友宜说 一分钟骂一分钟太短 半个小时我说给你听 每中央没半天 何博文说 新北市确诊人数多 他问侯友宜 是不是应该对市民表达关怀歉意 对防疫指挥官陈思忠 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 侯友宜一句话都不讲 畏制一词 何博文认为 他在这部分缺乏温暖 但侯友宜说 如果去年听我的话 主决于境外就没有这些事了 还有入境普筛 也是拖了一年多才做 侯友宜说 昨年听他的 九月十月主决于境外 党在外面不让进来 国内根本不会有事 这个责任谁要负 中央啊 来那请教一下 这个昆诚兄 所以侯友宜觉得主决于 主决于境外是他对的 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都变了 就是说在四月份的时候 柯文哲讲说要软性封城 是 那时候是台北神通 他预测说 大概在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会有超过这个五十万人确诊 那那时候当柯文哲提出 要软性封城的时候 那侯友也怎么讲 他说这不可能 我们没有要讨论到这件事情 而且呢 现在已经进入到与病毒共存的时代 这跟过去去年 像α或Delta病毒的时空背景不一样 去年那个时候要咀嚼病毒于这个境外 那现在是要与病毒共存 这是四月中 这个侯友宜在批评 柯文哲软性封城的谈话 所以我是说 侯友宜他已经进入了这个选举的模式了 本来这个侯友宜 他是配合中央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说 五月份的侯友宜 跟四月份的侯友宜又不一样 他那时候四月份是配合中央的政策 因为老实讲那时候 新北的确诊数高 他需要中央的援助 那现在侯友宜为什么就开始扑我哄烈 尤其像这两天 我们在议会的总质询 哇 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中央 这个中央的这个法权系统卡卡 官员班收不出去 然后居隔单解隔单弄不出来 完全都是中央的错 那连我们说 那是不是要跟这个新北市民道个歉 因为我们四十六万的人确诊 几乎全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属于新北市确诊 三个人就一个人是新北市民 他也态度都很强硬 所以我是认为说侯友宜为什么变了 就是开始进入的这个选举的模式 就开始对于 而且他的成绩不是只有到阿忠 他是到了蔡总统 他就说蔡总统 你那时候如果听我的 咀嚼于境外 让病毒不能进来 那不就好了 可是老实讲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不是像习近平这样子 要全部动态清零 要把所有的经济活动 完全都把它封锁 你觉得以前的批律总司令是柯文哲 现在呢 现在就像侯友宜一样 所以侯友宜 他现在就是要长这支大旗 以前就是批律 就像侯友宜一样 批律就是柯文哲 现在没有 现在批律除了柯文哲之外 还有我侯友宜 侯友宜现在是国民党里面 哇 这声量最强的 批这个蔡英文 或是批民进党政府 最有声量的 他当然要掌握这支大旗来做 所以我是觉得说 侯友宜他这样子 抛弃了过去 跟中央合作 当然他自己会有一些压力 你看他民调虽然还是高 可是他的趋势是有点往下滑的 任玉兄 你怎么看 这我现在不太懂 侯友宜他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看他现在讲说 如果早就听他的 这个边境都都锁起来 不要开放 疫情不会这么严重 我给各位看一下 二零二一年的十月十九号 国民党的立委呼吁赶快超前部署 抢旅游 观光旅游财 边境赶快开 侯友宜当时怎么没讲话 怎么没有骂这些立委 国民党的智库 在二零二二年的二月十八号呼吁什么 边境隔离赶快松绑 跟国际同步 侯友宜怎么没有问一下你的智库 你怎么可以开放呢 疫情会变得更严重 不只是这个 你看到二零二二年的时候 其实同样 兰尾 这是八月 二零二一年的八月 疫情短时间男子兰尾呼吁 适度的开放观光 他们不断的呼吁把它打开 甚至连吴思怀在立法院里面 还做个轮椅讲说什么 日子难过赶快开放边境 这些人都跟侯友宜的想法不同 国民党你要不要先瞧一下 老实说我们家的人都住在身边 我们家的人其实也有亲近朋友确诊 我相信现在因为确诊数很多 那你今天有很多人到现 到这个moment这个阶段里面 还有很还有人是 像我自己遇过的例子 我自己的朋友 有人确诊到一直隔离结束了 才收到关怀包的也有 你说他要去怪中央吗 还是这是地方列管 地方的啦 就是侯友宜当今天 他用了一副好像先知的 先知的样子 你看我之前都说这个这个 说很简单 我说一句 今天新北市 如果他今天的整个的疫情的 这个扩散到今天为止 其实新北市民的感受 他一定会问新北市政府嘛 这不是东西是中央要付责 没不对啦 你地方政府咧 我老实讲 你今天讲这些之后 新北市的疫情 就因而掉下来 我不喜欢柯文哲去讲说 洪峰已过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 中南部的人 不然现在是什么 他说首都圈 我知道 就是说你说首都圈 这个过 我们也当然知道 就是你医学统计是这样 可是对台湾人来讲 就是我们是整个 大家讨论的嘛 你现在你这么减少 所以别人比较多 我们就看说好行 我没事情 我们没有人有这种心态 我请教卢医师 你刚才这个任俊兄 有说国民党 那几个人出来要求 说要解封嘛 解封嘛 开边境嘛 开完边境嘛 就表示我们的边境 感觉很厉害 应该是这样说 那为什么侯友宜还说 阻绝于境外 因为听我的今天就不会这样 我觉得其实 我们的边境管制是不够厉害 没有 其实我们的边境是恰到好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实证来看 有些国家一开始很严 后来整个放开 大爆发 使得很多国民 然后又要严又要开 变得很痛苦 最后进退为股 病毒已经在社群里面 我们是从一开始 就坚定的立场是什么 继续守 守到全世界 大火还在 但是大火温度降低 变Omicron 在国民共同的共识之下 还有一到四月 我们说的一个实证的依据 这一张实证依据 之后我们才决定开始 要减灾跟病毒共存 各位这张图不是今天才统计 是一直在统计 从一月开始到现在 我们用专业来看刚刚几个论述 第一个 阻绝病毒在外面就不会发生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说阻绝境外 意思是国境完全都不要开 跟侯怡哥说Omicron很特殊 他是没有办法阻绝的 过去我们其他的病毒 如果我们匡列隔离疫调做得很快 因为他的潜伏期比较长 所以你看到这个确诊 把周边全部都把他匡起来 就有机会让他不散布出去 可是Omicron很特殊是 我们国际的实证发现说 他传得很快 他潜伏期只有一到三天 你把确诊者旁边都框起来 那些人在框的当下 已经过了一天传出去了 所以反而要调整我们的做法 好 不好意思 卢医师 我等一下再继续请教你 因为除了他讲主角于境外 早听话就好了 台湾就不会这样 他今天又讲 儿童老年那么多 侯友宜又批 中央要负责 他说中央要负很大责任 四月份说要跟病毒共存 四月底采买儿童BNT疫苗 但是我们就没得到哪儿 等一下我们去讨论 先休息这段时间 今天我们的疫情指揮中心 出来说 公啊 即日起就从今天开始 脑炎 心脏衰竭等重症儿童 将由四家儿童医院 跟十九家医学中心来收治 另外呢 在加开六岁以下儿童 专责家户病房 从二十一床要扩增到八十床 然后再扩增到一百床 那么指揮中心医疗应变组的组长 石崇良说 这波疫情里面 十八岁以下确诊者约占两成 目前国内儿童重症比率 没有高于国外的统计数据 好 那没有高于 但是呢 儿童脑炎这个事情 侯友宜又要中央负责了 来 我们来看VCR 强打辉瑞儿童疫苗 屏东不少诊所或是卫生所外 都有一整排超长人龙 超过好几百米 北市也开打辉瑞儿童疫苗 首日有五所国小先接种 以名传国小的三百位学童为例 其中五到十一岁 打辉瑞儿童疫苗的有两百八十三位 反观选择莫德纳的仅有17名 但原本选莫德纳的 可是有135人 抽单率超过八成 我第一次选莫德纳 然后后来发现 BNT进来了 赶快就帮他改 后来说有BNT之后就改 改为BNT 校园开打北市平六月三号 全数接种完 但就怕疫情延烧 小孩染疫可能并发脑炎 专家研判最大问题 可能是病毒直攻脑干 这个病毒的话 有可能透过一些途径 可能会直接到我们的脑干 影响到我们脑干的一些 生命中处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看 在小朋友的身上发现 他平常症状会很快速的变化 专家组成团队分析脑炎个案 找出病况变坏时间点 和及时对应治疗才是关键 指挥中心也订定 儿童临床处置相关指引 其中包含抽血检验 注意头部影像 各界力拼给出指引 但就怕有人灌输错误之事 小儿科医师王伟立 脸书发文说 有不少妈妈会在社团 叫人家不要退烧 可以增加免疫力 医师指指这样的建议 非常不正确 当这个病人是处于一个 所谓的体温微高的时候 那基本上它就会影响 其他器官的功能系统的失调 呼吁家长要根据自己的孩子状况 来做发烧照顾 别听信非专业意见 避免错过治疗黄金时机 来 请教一下刘委员 为什么这个事情也要中央负责 我觉得这样侯友宇 比如说他刚讲的这个 我先举例他就说 主角于境外这件事情 我们刚来边举了很多的例子 包括各位 我举了三月二十九号 今年的三月二十九号 蒋万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还提出台湾可以参照 其他国家的做法 边境逐渐解封 恢复过去正常生活 三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蒋万安现在台北市场提名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大家普遍想法就是 我们要一个务实的态度 我们谈话我们没有 我们认识到 我们没有办法靠 把边境封起来 这件事情来做防疫 唯一的工作 不可能这样子做 全世界也证明说 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采取 像刚刚罗伊斯所讲 比较务实的方法 一步一步的把边境 这样解封 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疫情 都比较下降的时候 我们就一步一步做 所以侯友宇做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他其实他的结论 都是这样就是说无论是阻截境外也好 无论是什么普筛也好 等等 他就是说反正他都有讲 但是中央都不做 如果说听他的 他就会完全都没有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就是一种政治的一个操作跟语言 因为就是说 侯友宇现在面对一个 我相信他有面对一个压力了 我记得这两天有一个民调出来 就防疫的成绩的表现 侯友宇在一个多月前 其实他的满意度还蛮高的 然后最近他有很明显的下降 因为他他是现在面对的是全国确诊人数 最多的一个县市 他一定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对民众来讲 虽然他把这个锅都甩锅给中央 但对民众来讲 他最低线接触的就是新北市的卫生局 新北市的居民 新北市的卫生局 新北市的医院 新北市的公务人员 所以难免他投与与丹 有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 应该是地方跟中央大家不分 大家好好的来做好这个防疫工作 而不是在在这里面 当你你对把所有的责任 都往外一推 你会记得我们那时候 在国外一边要拐几天吗 十四天 十四天 十四加七 十四加七 那时候大家都甘甘叫了 北韩已经有阻绝于境外了吧 那北韩现在也是有疫情 就是Omicron就像那个 卫越士所讲的 他其实传播率是非常 中国因为他有国土边境的那个黏着 所以有可能有人偷渡 换句话说 不是说因为你咀嚼这个什么边境之外 然后Omicron就不会进来 所以这个拿北韩的例子 去跟侯友宜讲 不可能发生这种样子 那我要讲一下儿童的这个疫苗 其实我觉得侯友宜 他又是在那一个乱讲 因为他讲说四月底才开始采购儿童疫苗 我觉得侯友宜 他是把这个采购儿童疫苗 跟我们去7-11 去边境商店买东西是一样吗 我们进去付钱就可以拿了吗 我们的这个CDC是从去年 第四季就开始来采购这个儿童疫苗 那就讲那个BNT疫苗 因为蛮复杂的嘛 四方采购 没有这么简单 那当然现在四月份正式签约进来了 那侯友宜他就是把他到座会 就说四月份进来 他跟你讲说你四月份才开始去谈 这个BNT的儿童疫苗 那为什么 可是那时有莫德纳 也有莫德纳 那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莫德纳又被丑化了 老实讲 就是说已经有莫德纳的疫苗 可是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如果有BNT 大家就等BNT 那像我的小孩现在念小学 我也是让他先打这个莫德纳 我觉得有疫苗 我们就先打 不要去挑说你是要哪个疫苗比较好 那实际上莫德纳或是说BNT 儿童疫苗对小孩子的保护力都是好的 来来来 罗医师 我觉得其实我们身为医护同仁 我们觉得最近的这些政治口水很多 其实我们很心痛 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努力 而且台湾真的已经走过最艰困的 刚刚讲一个部分说 四月底才开始打儿童疫苗 所以说这就是 他说四月底才开才马 对 那可是洪一哥 你知道真正问题是什么吗 也许在第一波 藉由这个我们说的举手说 我很会 我很会 得到了一个政治声量 可是它是很专业的事情 你在一起讲 一直讲 最后就会露线 什么意思呢 不要忘记 现在我们脑炎发生在几岁的孩子 有四位是五岁以下 没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八成都是五岁以下 那这个跟四月开始马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跟他讲 不是台湾不帮小孩打 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在打五岁以下 因为没有实证的一个依据 而且孩童本身面对这个病毒 他造成的食害没那么大 所以他力大一弊 他没法走过去 当然美国已经有 我们说的临床试验 他们开始在准备EUA 可是时间上 我认为这件事情 在专业上考量是没问题的 所以不应该把它简化成说 政府要负责 那我另外讲一次说 事实上稍有医学尝试都知道 每一波严重的疫情 不管今天是Omicron 还是过去我们说的 肠病毒七十一型 在一九九八年 第一次的台湾的流行 那时候就跟现在一样 所有孩子都没有Omicron 对抗的病毒的抗体 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对抗 肠病毒七十型的抗体 所以进来之后 就会造成很多的重症和死亡 当时我们的重症是 一九九八年那一次 重症是万分之三十一点四 死亡是万分之六 各位这一次Omicron 到目前为止 重症是万分之零点九七 死亡是万分之零点三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挡住那八百天 所以现在没有这么严重 刚刚在讲说之前就知道讯息 应该是指日本 应该是指香港 香港的学者 他们在二月五号跟二月二十八号 那时候香港疫情正严重 所以他们曾经在Lancer发表了一些 他们当地的流行病学观察 他说这个一千一百四十七万孩童里面 结果住院里面有四位死亡 两位是脑炎 那么我要讲的是 这是一个疾病的自然的病程 这不是香港政府负责 或是台湾政府负责的问题 是他的疾病就是这样走 他在全世界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尽早去找到这些危险 尽早去协助 所以一个有为的医疗的处置 就是赶快把儿童的重症家户的体系 把他健全 这才是面对病毒的方法 而不是政治操作 这个其实让人是会感到很伤心的 是 方老师 我觉得侯友宜让我觉得 他变了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他过去当警察 一直当公务员 当了几十年公务员 他过去当市长 我觉得昆神应该观察得很清楚 我觉得他过去 他让我感觉就是一个还蛮谦虚的 不是一个就是自吹自擂的 他现在好像把自己说到神童 我永远走在中央前面 然后其实我们在3月22号 破10例本土确诊 之前都是阻绝境外 都一直是零星零星 各位数字 至于到3月10号才开始爆发出来 那在之前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去年 因为我们当时面对的是Delta病毒 跟现在的Omicron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病毒 我们必须要跟他共存 这是世界的潮流 那我就不晓得说 何友宜难道支持现在 我们还是要跟中国一样吗 清零 清零吗 我不懂他是什么 主角于境外 然后入境普筛 去年的情况 跟今年的情况 不如不同 筛记的 他的筛记的这个效果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筛记 他的准确度很高 去年前年 我还记得 那筛记为什么不普筛 怕伪扬性 怕伪扬性会造成更多的恐慌 所以没有主张普筛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时空环境 不同的因素 当然有不同的做法 但我觉得何友宜是 把他全部都在一起 好 那他自己自吹自擂就算了 然后他现在一直拿蔡英文 直接批评蔡英文 我觉得这个动机很怪 我觉得一个人 动机很怪 一个人到这把年纪 他六十几岁 忽然转性 这从过去的人格 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一定有个很大的背景的因素 那我觉得刚才大家讲过 他因素绝对不是 只是说为了防疫 他不需要去蹭这个声量 你觉得他去蹭这个声量干什么 他在打知名度吗 他不缺这个 他为什么现在这么需要媒体 来吹捧 来讨论他 为什么 就是想选总统 想选总统 可是现在就出手了 我觉得他已经在出手了 否则他没有理由 我觉得侯友宜 以前是个很低调的人 他也不需要每天 政论局那么讨论他 他甚至就是 好像最好你们都不要讨论我 躲起来 可是他现在被 你们讨论我越多越好 昨天还有人是说 因为他在看民进党推谁 如果民进党推的比较 没那么强的 他自己不选 新北市 对新北市 他可能要找一个接班人 那就表示他已经要选总统了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说 他一定要选市长 所以如果说今天他找到一个接班人 那个接班人 民调也不错 也不错 民进党派的很弱 他就走了 他已经在为那个2024在准备 所以我看到就是说 一个政治人物当他言行反常 就一定有问题 好 那施琪你告诉我 但是他的确就是政治攻击 的确就是在培养自己 有可能要选2024的那个政治的能量 否则他不会在这段期间突然间大转性 然后跟柯文哲两个人互换灵魂 现在他才是真正的打绿总统 那所以侯友宇的谈话 其实他列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只截取一小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然后所有新北市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他通通都把他甩过去 防疫包谁最先没发的 不就你们新北市吗 然后这个台南要发这个65岁以上 老人家打疫苗送快筛这件事情 人家早就5月6号就做了 中央也说这是个好政策 然后大家各县市中央来发这个快筛 侯友宇就赶快捡起来说 对这个我们新北要发 然后就想先拦截这个好的名声 那可是真正应该新北市要做的事情 是应该要把基层的这些能量 整合起来 让新北市民的确诊 能够受到好的照顾 那所以这张图之前 大家也都在封传 网络上面这两天一直在封传 看起来他应该就是一个 新北的基层的医师 他就跑去侯友宇的脸书下面留言 他说他的确有参加那个线上会议 可是明明整合这些基层的能量 给新北市来运用 是中央先出手的 讲的一副好像都是你新北侯友宇的功劳 你新北侯友宇就是因为没有做 所以中央赶紧来做 那这个基层的医疗人员还说 你很奇怪 这些酸化很政治哦 实在没有必要 你就是说其实你侯友宇用政治的酸言酸语 大家都看得懂 刚刚实集有讲到 因为侯友宇就是这点你怕小英总统 小英最近找基层的医疗去协助双伯 他说我早就做了 所以你夸在我买 那我记得小英总统好像有打电话给罗医师 那我可不可以先请教罗医师 小英总统是跟你说什么 其实那天小英总统打来 第一个他是非常感谢 这段时间我迷孔疫情的严重 包括新北在内的各县市 第一县的医护同仁 那总统那时候是说 非常谢谢大家在最关键时刻 义无反顾 把这么艰巨的事情把它挺下来 而且各位知道说 因为疫情已经八百多天 其实很多人的那个工时 专业人士的工时 那是很恐怖的 平台已经很累了 现在每个人每天都要加班 做更久的时间 才能把居家照顾个案看完 所以很多医生是 他看诊如果到九点半 他要看到三更半夜 有的民众说 十一点还接到医生关心 可是很感谢 因为他还有平常的事要做 那小英总统就是感谢大家 所以对我们来说 精神的提振 让我们觉得很有利 我们就基层觉得说 这个战力旺盛 我们要继续努力 第二个他说的是 希望再加强 再提拨出更多的人力 专业人力来协助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小英总统看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看到很多新设立 因为他在之前 一个礼拜曾经呼吁 设这个社区猜测站 他说设立了 可是民众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完整的服务 包括这个看诊拿药 还有孩子 现在看这脑筋知道 说更重要的是 孩子能不能很快 有一个清散通道 所以基督基督那时候 5月17号 自由广场的时候说 四条线 第四条线就是什么 三人以上的这个汽车 加上儿童清散 我跟大家讲 多么细腻 车子进去之后 两边窗户都可以打开 而且是儿科医生来处理 PCR采检 为什么 因为里面是小孩子 孩子看到儿科医生才会乖乖的 因为做PCR很痛苦 各位 这就是防疫 就是医疗工作细腻的地方 不是你随便讲讲就结束了 那至于说那天 还有一个重要事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要做快筛阳性 及确诊吗 所以基层到底有多小诊所能够做 愿意做 已经完成整备 所以并不是后来讲说 我们四月二十八 就有六百多家都准备好了 各位 你把他登记上去他能够做 跟他实际上能不能开始做 那是两件事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在中央有很多的医疗应变会议 包括那一天通完电话之后 下午马上做事情是什么 就到卫福部去 看这边有陈时中部长 还有这个薛瑞源次长 还有王必胜指挥官 王必胜衣服会的这个执行长 还有这个新北市的 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就坐在这边讨论什么 如何能够赶快把基层量提升起来 也就是说 不是一个口号就能够执行 要落实要细腻 那那时候就说有一个问题 因为派案是卫生局在派案 所以我们现在说要分级医疗 我们必须要让卫生局同意 能够协助 就地方 所以马上第二天再开另外一个会 这个会是什么 一樣是在疾管署大楼 視訊是新北市 新北市的卫生局 也就是说他跟他讲说 你应该要遵从我们现在 在分级的一个方向 赶快把更多案派给基层医师 这就是我讲说重点 不是你在哪一天说多少要做 重点是他能不能做 是不是上线 那也就是借由五月十九 五月二十两天 让这件事情更加落实 那回过来看 现在我们说重症死亡 要更多的量能去照顾 不就是因为要分级吗 那现在回来看说儿童腦炎要去积极去抢救他 不就是要让基层赶快把其他事情把他担下来吗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整个防疫是节奏 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在里面做太多非专业的操作 会比较好 我觉得侯伟宇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刚特别查了一下 侯伟宇确实从这个去年 他就一直在喊说边境的部分要处理 这个我觉得要替他讲话 可是他当时的讲法是什么 当时是Delta病毒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强调说入境要全面普筛 然后要做居家检疫 而且那时候他也讲得很说 你中央如果没法做我先把我来做 可是当时的疫情跟现在的疫情 其实是不一样 我为什么觉得柯文哲 后来讲了一句实话 柯文哲讲说 台湾在解封的时候 他所付出的代价全世界最低 全亚洲 全亚洲最低 你光看 就说我们在过去一大段时间 因为疫情 其实国外有做很多的评比 台湾的分数其实老实讲 我们在防疫那一块很好 可是整体评比上面 我们有时候分数不高 为什么 因为国境的管理 我们没有大幅度的全面 我们有没有管制 有管制 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 侯友宜现在硬把前面那一大段出来讲说 我跟你说我早就跟你说 今天新白的报告 那我再问一件事情 那请问侯友宜 你认为现在是怎么样 所有的境内的把边境全部都继续封吗 国民党你能不能同意这件事 你们都在喊说 现在各国都在开了台湾的经济要往前走 我们多少的这个商务的人士 想办法想要出国出去 结果你今天说 不跟你说我不管你这些 我就拿以前去年的那个时期 我还在讲说我要给他继续封 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真的必须讲 就是说现在大家来看 就是说你现在一直在讲说 中央没有听你的话 中央当时没有听你的话 我们还是守到了这一个阶段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我刚刚罗医师讲得非常清楚 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同 这是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说 台湾每十万人超额死亡是负十八 在全世界是第二低的 仅次于纽西兰 特别是他 我们做得很好 为什么在何友谊的心目中 台湾是如此之不堪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